瞬间离倒了年轻女孩 亨利今年已经80岁了 妻子离开了她 宠物狗也去世已久 今天亨利终于想清楚了 他决定做一些改变 不如趁着身体还硬朗 谈个黄昏恋吧 不过亨利这次把注意力 放在了年轻女孩的身上 在真婚杂志上 他挑选了一个和演员的女孩 接着就准备开始约会了 但他照着镜子看了看 脸上全是褶子 牙齿上全是污渍 头也是秃的 想要泡到年轻女孩 必须做一点改变了 在仔细细细地洗了个澡之后 他拿着磨刀磨掉了脚上的死皮 接着坐在了妻子的化妆桌前 先掏出了成块的儿屎 再给皱纹打上高光 给牙齿做美白 还抠下了娃娃的眼珠子 安在了自己的眼睛里 这个美瞳够真实了吧 可他照着镜子一看 怎么还是一副老人的样子 看来脸上的褶子必须去掉呀 哎 抽屉里还有几个别针 这不是最好的工具吗 于是他拿起别针 开始拉扯自己下垂的皮肤 找到合适位置之后固定住 终于看起来不像个老人了 接着他做了全套的布里 打毛涂黑 修剪指甲 还戴上了一丁假发 不知过去了多久 亨利终于换装完成 在采取电机梁法 将自己的身体垫年轻之后 亨利带着礼物帅气赴约了 约会对象十分和亨利的心意 女孩也被亨利迷得不行 在愉快地相处之后 他带着女孩坐上了自己的爱车 在一片花海中行驶 但突然间车子跌破了一下 他随即感觉到脖子上的别针松了一些 这可不妙 亨利只能小心地开着车 却发现身边的女孩也有了一些异样 好像是花粉让她的鼻子难受了 就在亨利帮她拿纸巾的时候 女孩打了一个喷嚏 居然将脸上的皮肤都喷了出来 原来女孩是个老太婆 亨利这才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被吓了一大跳 慌乱中亨利一顿操作 车子剧烈颠簸 亨利被震回了原来的样子 两人相视一笑 原来对方都是性感的老东西 亨利终于如愿以偿地 谈了一场黄昏恋 所以说呀 80岁的老人都有追求爱的勇气 你还害怕什么呢 好了 故事到这里